在台湾高中国文科纲课审大会 10日审议的时候 决议文言文的占比为45%到55% 但由于当时教育部长潘文忠 是未经表决而禁字宣布通过 因而引发争议 23日再度召开课审大会 结果翻案以32票高达近7成的同一票 将文言文的占比调降为35%到45%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邱前国表示 通过普高文言文 除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外 其课数比率需符合三年平均 35%到45% 国民党立院党团25日召开记者会 痛批教育部翻案是政治霸凌教育 毫无程序正义 不排除去监察院告发 教育部长潘文忠应该下台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维州控诉 议事录确认的过程 不能去翻转上一次会议的结论 只是确认上一次的投票跟发言 跟每个人所投票发言的内容 是要一致的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程序正义完全可以抛弃 然后重新在确认议事录的时候 做了另外一次的决议 翻案有上一次会议的结论 教育部表示 上一次的会议一共提出了 调降文言文的比例 甚至古文全数删除的四案 但第一次遇到所有的案子表决 都没有过半的情况 有大会委员提到 是不是该回到原来的领钢草案 因而重新表决 国民党智库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教育文化组召集人何思胜指出 后年上路的高中 国文克刚文言文的比例 调降为35%到45% 但如果加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文言文总占比仍达55%以上 支持调降文言比例的诗人向阳说 虽然对结论不尽满意 但可以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